皮肤松弛下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胶原蛋白态和胶原蛋白有什么不一样 如何外调内氧养成痰润水嫩肌肤 本期营养基础班为您揭秘胶原蛋白态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胶原蛋白态的相关知识 说到胶原蛋白 大家都不陌生 都想要美 日常生活当中 大家也都关注 比如说自己的手 脸 担心皮肤松弛 长皱纹 所以就非常的关注补水和保湿 那么也都明白说氧化也是容易使人老的这个道理 所以就都在用玻尿酸来补水 用VC来做好抗氧化 就是想要找回这种水润充盈的感觉 但大家你别忘了 脸上的肌肤只占我们全身还不到5% 那剩下的这95%呢 比如说您的脖子呀 手臂呀 身体呀 包括我们的大腿 这些部位的皮肤 它们都会出现松弛和下垂 那你有没有去注意保养呢 比如说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原来很胖的人 说当他很快的瘦下来的时候 那个肚子就是松弛的 而且我们说说人老会掀老脖子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那么身体皮肤的松弛下垂的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为真皮层的胶原纤维断裂流失所造成的 就好比这个床垫一样 胶原纤维呢 就像我们床垫里的那个弹簧 说如果偷工减料 或者弹簧少了 或者弹簧老化断裂 那么床垫呢 它就会造成塌陷松弛 那肯定就不会再有弹性了 那么胶原纤维的这个主要的成分呢 是胶原蛋白 对于胶原蛋白 大家都听说过 在皮肤的这个组成当中呢 胶原蛋白占了高达70% 而且呢 它的氨基酸的组成 跟其他的蛋白质也有所区别 其中干氨酸 腔腐氨酸 腐氨酸 这三种就占了一半以上 它们就是这个胶原蛋白 富有弹性的那个物质基础 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呢 从我们人25岁开始 就以每年大约1%的速度在流失 女性呢 会更快一点 有的人呢 还不止1% 那到了40岁的时候呢 女性身体 这个皮肤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 可能仅仅就只有25岁时的一半 所以说呀 要想全身的皮肤都弹润紧致 保持青春活力 内条和外氧缺一不可 内条呢 就是要通过吃 来给我们的皮肤 补充足够的胶原蛋白 那么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有那么多 那我要怎么选择呢 都说这个吃猪蹄 大猪蹄子能补胶原蛋白 可是您别忘了 这个炖猪蹄里面的脂肪啊 可比胶原蛋白多多了 别这个美还没实现呢 就先胖了 那么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些 我普通的胶原蛋白饮料来补充呢 但是啊 大家注意 胶原蛋白呢 是由大分子的多态 它组成的 它仍然呢 是需要缓慢的 经过我们的胃肠道 消化分解 再去吸收 所以吸收率啊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而其实呢 我们现在的技术啊 已经可以做到 将这些大的胶原蛋白 提前就分切成 只有两个三个的胺基酸 组成的那种小分子态 尤其是皮肤所需要的 这几种弹性的胺基酸 组成的这种小态 那就直接进入人体以后 到达小肠被吸收 那么从而呢 更多的可以被我们的皮肤所利用 那这就好比啊 我给您一个柚子 说您要吃上一口 完整的柚子 是不是挺麻烦的 还要自己去包皮啊等等 那我要是给你一个 直接去皮的 那可能稍微就容易一点